刘备及汉昭列帝 自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捉进捉献人 西汉中山静王刘胜的后代 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 郑志佳 史佳称他为蜀汉先主 刘备少年时拜卢职为师 早年颠沛流离 投靠过多个诸侯 曾参与镇压黄金起义 先后率军救援北海湘孔荣 徐州墓桃迁等 桃迁并亡后 将徐州让与刘备赤笔之战时 刘备与孙权联盟击败曹操 趁势夺取荆州 一周张五元年 刘备在成都称帝 郭浩汉史称蜀或蜀汉 张五三年 刘备病逝于白帝城 终年六十三岁 十号张列皇帝 苗号列祖 葬慧陵 刘备是一个伟人 也是一个凡人 刘备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被不量力 欲信大义与天下 贯穿于刘备的一生 刘备是一个有毅力的人 从二十几岁开始奋斗 至四十几岁还没有任何显赫的成就 尽管期间刘备也有牢骚 但他始终没有忘记 深大义与天下的理想 始终在坚持奋斗着 刘备是一个善于识别人才的人 一个卖猪肉的屠夫 一个在讨的杀人犯 一个乡野中的无名小辈 一个老实憨顿相貌丑陋的普通人 一个默默无伦六十余年的老兵 这些看似普通却身怀绝技的人才 被刘备一一识别了出来 刘备是一个尊重人才 让利于人的人 当发现关羽张飞是人才的时候 刘备与他们谴责同床 恩若兄弟 对于其他的人才 刘备也是一力相待 刘备是一个重用人才的人 刘备在发现选拔了这些人才之后 并不是将他们数之高阁 而是唯以重任 使他们能够人尽其才 递尽其力 刘备也是一个普通人 他也有发脾气耍仙子的时候 他的失败 源于他的不理智 刘备本身并不是一个 善于用兵的好将领 使他身败名裂的一灵之战 并非是一场真正打不赢的战争 自己能力不幸 选到了好的人才 照样可以打胜仗 由于刘备当时的不理智 他就忘记了自己不善于用兵 又没有选拔出优秀的军事人才 跟在自己的身边 结果白白便宜了陆逊小儿 一是英明毁于一旦 关于刘备的小故事 桃源三结义刘备 关于和张飞三位人人之事 为了共同干一番大事业的目标 一气相投 言行相依 选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 选在一个桃花绚烂的园林 举酒结义 对天蒙事 有苦同寿 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共同实现自己人生的美好理想 三让徐州曹操以赴报仇为名发兵攻徐州 于是陶谦向孔荣 田凯求救 孔荣又请刘备来救 刘备就带着官 张来救 并出战打败曹操缓解徐州危机 陶谦便想将徐州让与刘备 刘备推辞再三并写信 给曹操希望他退兵 由于吕不威胁曹操后方 曹操便给了刘备顺水人情 退兵而去 这是第一让 然后陶谦再让徐州 刘备认为他只是因朋友之意才来 去不接受但答应助手徐州附近 这是第二让 后陶谦病重 再次请刘备执掌徐州 刘备又辞 陶谦死不瞑目 这是第三让 后刘备在徐州百姓拥戴下 才做了徐州墓 逐州论英雄 曹操和刘备同朝为官时 曹操想试探刘备是否居心不良 于是曹操请刘备到自己府上喝酒 谈论天下英雄 曹操说 天下只有曹操和刘备可以称作是英雄 因为刘备当时与几位朝臣密谋 做掉曹操而心虚 所以吓掉了手中的筷子 碰巧天上打了个雷 刘备假成是被雷吓掉了 于是躲过了曹操的怀疑 月马弹息刘备消灭了叛乱的张武 躲得一匹豪马 刘备于是欲将此马送给刘表 刘表谋事宽悦认为 此马眼下有泪曹 额边生白点 名为地卢 其则坊主 刘表赶紧找借口还给了刘备 于是这匹战马又跟随了刘备 后来蔡茂于设计谋害刘备 一级又向刘备报信 刘备慌忙从酒席中逃走 骑上地卢却是慌不择路走错了路 结果便来到了谭西 前是阔跃数丈的谭西 后是追兵 刘备在这个时候 才想起一级地卢房主的劝告 一边疯狂地抽打着地卢一边大叫 地卢 地卢 今日房屋 那马忽然从水中涌身而起 一跃三丈 飞上对岸 完成了地卢最富传奇意义的演出三顾茅庐 刘备听说诸葛亮很有才识 带着礼物到龙中沃龙岗去请他出山辅佐 第一第二次诸葛亮都不在 刘备诚信求教 直到第三次拜访时 才遇到诸葛亮 到时 诸葛亮正在睡觉 刘备不敢惊动他 一直站到诸葛亮自己醒来 才彼此坐下谈话 邪名过江刘备 诸葛亮在新夜大败曹经之后 一驻樊城 草操为了报仇 亲率大军杀奔樊城 诸葛亮料定抵挡不住 便劝刘备放弃樊城 渡过汉江 退往襄阳 城中百姓 皆宁死相随刘备 于是刘备令官与安排传之 术导百姓渡江百姓扶老邪幼 好气而行 刘备见此情景 心中十分悲痛 刘备到了南岸 见江北还有很多百姓 急令官与崔传宿去渡过百姓过江 直到百姓快渡完了 才上马离去 刘备摔子当阳长板之战是曹操 刘备两军的一次遭遇战 肖将赵云担当保护刘备加小重任 由于曹军来势凶猛 刘备虽冲出包围 加小却陷入曹军围困之中 赵云拼死刺杀 弃尽七处终于寻的刘备之子阿豆 赵云冲破曹军围堵 追上刘备 交还其子 刘备接子 置之余地 愿而骂之 围辱这如此 急损我一员大将 赵云抱起阿豆 连连气败 云虽干脑涂地 不能报业 百地承托顾冠于所守的荆州 被吴国攻占 冠于兵败被杀 刘备文后进起全国大兵 去讨伐吴国为冠于报仇 当时诸葛亮在南方和孟霍打仗 所以不曾随军 但是刘备被陆逊和哨连营 大败后兵败退到白地城 已并不起 诸葛亮前来时 刘备对诸葛亮说 我而可负责辅 若不可辅军当自立为王 诸葛亮一天立刻跪下说 我一定会全心全意辅佐刘缠的 绝不敢有一点自己当皇帝的意思 一定会做到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